我們今天要上的內容可能是比較數學 但這個數學有它的實作上的一個意義 第一個發現這個不1.6dB 這個界線的人 Shannon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它等於說是消息理論界的起始的祖師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這個-1.6dB的由來 它證明了這件事情其實對於實作非常重要 它告訴我們說在實作上 當你 signal to noise ratio per information bit 如果大於-1.6dB的時候一定存在一個方法 或者是你用長度去換 或者是你用頻譜去換 一定可以讓錯誤率趨近於0 你一定有一個方式以複雜度 以成本 在工程上可以讓它趨近於0 可是當你的 signal to noise ratio 就小於-1.6dB的時候 事實上你的錯誤率一定會是大於0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方法 所以我們寫個inf 那這裡當然是寫說 我用條辯增加的一個方式 是頻寬的方式 那這裡寫inf的原因是 就是為了呼應跟上面 如果寫inf一定會趨近於0 那剛好把公式寫得一致 那inf的意思就是說 我錯誤率當然我頻寬越寬 它基本上錯誤率一定越小 所以這個inf基本上的意義 其實已經告訴你說我換所有的可能性 那你用極限也是對的 因為它基本上這個極限已經存在 M區域無限大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1.6dB 基本上如果你去修消息論這門課 你甚至會知道它事實上叫 Strong Converse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 signal to noise ratio per information bit 比-1.6dB要差的時候 在像高斯相加白色 高斯雜訊這樣的一個傳輸管道 基本上是沒有記憶的 Memories的這種管道的時候 錯誤率會逼近1 也就是說好像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界線 好像上帝畫一條線 在這個情況下你可以做得非常好 一過了這條線你就做得很差 那這個事實上是 Shannon非常偉大的一個發現 那當然在他之前 可能大家都沒有特別注意到這件事情 那這個他的理論價值 其實在這裡 找了一個天然的界線 當然我們將來會講斬平通訊 斬平通訊 可以在很差很差的 signal to noise ratio底下 還可以穿得好 可是事實上請記得 這邊我們看的是bit 我們將來斬平通訊 會用很多很多的傳送 來聯合起來 譬如說我用送1000次才送一個bit 可是我的eb還是很大 可是個別的chip當然能量就很小 所以整體來講並沒有違反 我們的signal to noise ratio的一個限制 那個時候只是用傳送速度來換效能 譬如說我們到火星傳送 那我1秒送一個bit 送不出來 因為實在signal to noise ratio太差了 所以我可能就1小時送一個bit 或是2小時送一個bit 我們以傳送速度來換 所以我們將來會看斬平通訊 是用傳送速度來換 或者是用頻譜來換效能 所以這邊就介紹 那它基本來源就是log2 剛好是一個天然的界線 那我們這裡要證明它的一個數學 所以今天講的內容很多數學公式 那各位只是學習這個過程 它怎麼樣去推導 因為這邊的推導 在消息輪的課裡面不會教 因為消息輪的課的話 會用很抽象的方式來教 所以我們會證明這個forward path 也會證明converse 兩個方向都要證 這個方向我們就是用數位通訊的方式證 在消息輪的課裡面可能會看得到 所以我們這邊是不一樣的一個approach 給各位看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做證明 首先第一步呢 這裡再學習一個數學的處理技巧 在積分裡面有Q函數 其實是不好的 我記得在第三章的時候 也介紹給各位 我們在算那個power spectrum density 對於這個continuous phase的FSK 我們在算它的power spectrum density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要給一個公式 那公式希望電腦可以幫你畫圖 所以我們有等號的公式 理論上你會覺得公式寫出來了 我不用再推導了 寫個程式請電腦幫你畫 基本上看起來沒有問題 可是以現在的電腦技術來講 如果你裡面有個積分 記得Q函數是一個公式積分 它是一個B進 因為Q函數本身是不能積出來的 它是高斯的CDF 它是高斯X到無限大1的負2分之x平方 所以我們用根號π分之1 這是我們的Q函數 這個基本上是沒有積出來的 它沒有closed form 所以人家會 因為它有用 所以我們會建一個表 在很多數學軟體裡面 可是那表基本上再精確 它也大概小數點四五位以下 所以如果你裡面又有一個Q函數 你外面再加一次積分 那些累積的誤差 就會讓你的實作上畫出來的圖不穩定 我們叫做numerically unstable 所以碰到這種情況我們記得在第三章 已經介紹給各位 我們一定要把它拿掉 那就是去approximation 所以這裡你看第一步驟 你在做這種分析的時候 一看到積分裡面有Q函數 想辦法把Q函數拿掉 所以怎麼拿掉 當然要變成不是Q函數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bomb 因為我們現在只要證明 錯誤率趨距離0 所以我們只要證明錯誤率 小於等於一個upperbomb 然後這個upperbomb 趨距離0就可以了 那我一定要把這個upperbomb 積分積出來 所以將來你碰到Q函數有積分 你就知道怎麼處理了 一定要這樣處理 這個是標準做法 好 那中間有個中間步驟 就是1-Qx括號的m-1次方 它當然很小 因為我們基本上實作上是會關心Qs很小很小的時候 所以誤差很大 那我們這邊有給一個證明就是說 1-A的m-1次方 事實上是小於等於m-1乘以a 它基本上是always true 那我們就是用所謂的歸納法證明 當m等於1的時候是對的 m等於k的時候是對的 那我們證明m等於k加1的時候是對的 這在高中的時候就有教 叫歸納法 那基本上它的想法 你可以猜測 我們怎麼樣猜測出這個upperbomb 太樂展開式 展第一項 1-m-1的a次方 然後在a平方a三方 然後1跟1消掉 所以就出來了 這個是用太樂展開式的思維 所以我們先猜測有這個bomb 然後經由歸納法 就是如果n是對的 那n加1就是對的 這個事實上應該高中數學就可以處理的 那到這裡我們當然得到一個upperbomb 可是upperbomb不夠好 為什麼 它沒有達到我們的目的 如果你把這個東西換成q函數 q函數在裡面外面有積分 還是不能做 你又寫程式還是畫出來不穩定 那個曲線不穩定 除非你經由一些數值分析特別的方法 來減少誤差 記得積分會累積你的誤差 如果1分之1 某一點的積分 某一個x誤差是10的-5次方 你不停地積分起來 那個累積的誤差是很可怕的 我們這裡用比較簡單 qx小於等於1的-2分之x平方 基本上當然我們知道前面價格2分之1會更好 那個是一個bomb 那我們這邊直接用1的-2 2分之x平方 然後m-1小於等於m 得到這個bomb之後呢 我們就發現這個bomb 事實上在x小的時候不好 我們看圖 這個就是最後的bomb 這是一開始 我們在積分裡面的項 1-qx 你看到這個form其實在數學 在很多工程的領域非常常見 就是說假如你現在坐飛機 飛機這家航空公司失事的幾率很低 萬分之1 可是你每年做100次 飛機只要掉一次下來你就死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會死的幾率是1-0.001的100次方 就蠻大的 所以大概你8成會死 所以意思就是說危險的事不要常做 如果那個事情隔屁一次你就走了 那就不要常做 所以這種公式在工程上 在操作上事實上是很常見的 就是你只要錯一次就死了 所以這種公式呢 我們會用這樣一個公式來upper bound 可是你看這個upper bound 在這一條是h h是這條線 在x很小的時候它超過1 這幾率不會超過1對不對 它這邊到8、10、12了 所以你用這個upper bound 又積分起來誤差會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用另外一個技巧說 當x太小的時候我們就直接用1把它卡住 我們知道幾率不會超過1 那你會想說他們怎麼想出來的 基本上都是試出來的 因為就是經驗 首先一個經驗就是說 積分裡面有Q函數一定要拿掉 這是一個公認的經驗 各位就是看這個證明就是要學這個事情 你不是要只有學結果 你要學過程 做研究過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這才是你學習跟累積的基礎 所以你學習到這一點 所以就卡一個1 當然有更好的plasmation 就是你加上二次項 不過這邊應該不需要了 足夠了 你知道這個原理之後 我們來看整個的證明 看到這個直覺反應 Q拿掉 但是我們Q拿掉之前 我們分成兩個區塊 中間切一塊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未來找的upper bound 在x很小的時候很不準 所以我們就切兩塊 一個是小的時候 一個是大的時候 那這個x0切在哪裡 我們先不看 那之後呢 所以我們在第一個地方 就是小的時候呢 我們用一個upper bound叫1 在第二個地方呢 我們就用一個好一點的upper bound 叫m-eqx 可是這一步呢 基本上還不夠好 因為積分 Q函數沒有辦法操作 就算數值分析也沒辦法操作 當然現在的通訊數值分析軟體 有時候有些已經可以做到雙重積分了 雙重積分還可以積得很準 可是那都是特例 general來講 兩次的積分通常不是很好做 數值分析上是一個挑戰 好那這時候我們就分兩塊了 第一塊是以1為upper bound 第二塊的話我們就用剛剛那個 可以操作的upper bound 它基本上是Qx小於等於1的 負2分之x平方 我們用這個bomb 然後m-1呢 小於等於m 因為反正m將來會很大 好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這個操作就有意義了 因為裡面沒有Q函數了 是exponential exponential積分我們現在操作得很好 不管在分析上 不管在數值分析上 這跟前面是呼應的 然後這時候你就找最好的x0 切在哪裡 這樣這個upper bound會最小 好我們就切 整個的一個推導跟邏輯 事實上應該脈絡很清楚 雖然我們看到很多數學 寫得很辛苦 基本上它這個脈絡跟邏輯 你只要抓到的時候 應該不會有太大理解的困難 那我們這種證明只要看一次就好了 因為基本上它證明完了之後 我們當然知道結果 那將來只是要記得這個原則 我們碰到了其他狀況都可以用 好那我們就把它做微分 那微分之後 其實第一項呢 因為是x0就直接帶進去了 這個微積分應該都很清楚 那x0帶進去 因為x0是在下標 所以要加個負號 然後也是x0帶進去 好那基本上呢 你會發現這一項可以提出來 它是正的 它不改變 裡面那一項的話 是1-1-2-x0平方 所以這個邪律是正 是負完全取決於裡面的項 因為外面這個提出來是很正的 那這個剛好是monotone 因為它是指數 1-x平方是指數d- 加個負號指數d- 1-掉就變指數d-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邪律呢 在某一個x0之外 它是橫正 某一個x0之下 它是橫負 所以有個最小值 剛好我們要取最小值 非常棒 而最小值就是 1等於m的1的負 2分之x0平方 好然後把m移過去取log 然後log2就出來了 好所以這個log2的天然限制 好像是通訊上的一個天然限制 很自然的就因為這樣就出來了 好就是這個x0 當然也是一個巧合 所以我們就把最好的x0帶進去了 好帶進去下一步就是積分 積出來 好那這個積分呢 我們說數值分析上可以做 理論上好像可以做 基本上當然沒有錯過 它也是k行數 因為這個是高c 這是高c嘛 期望值是根號2k γbk等於log k就是 k就是log2的m 就是你調變 把它改成bit數 好那這個的話 我們也把它換成高c的樣子 這兩個要做整合 配分法 平方 配分 我們知道它是高c m是根號kγbk2 Variant變2分之1 就Variant1 好那這時候這個公式就進來了 好我們就知道Q函數了 所以這一成的積分 因為Q函數的公式都建好了 那它的誤差以完成式來講 都在10的-5以下 你在數值分析的軟體 就是Q函數的函數的公式 它都能幫你鑒表鑒 所以Q函數的公式絕對有 所以我們就帶進來 那我們再複習一遍 它就是 期望值減掉threat code 除以standard deviation 我們看一下 期望值減掉threat code 除以standard deviation 是1 就帶進來了 所以也不用真的去做細節 好那這一個的話 剛好反過來 因為我們是小於threat code 這個是大於threat code 所以要1減掉小於 所以是期望值減掉threat code 除以variant開根號 variant是1分之1 好在前面照寫 要做完了 那下一個其實就要說明這件事情 就是說當γb 大於-1.6db的時候 這個upper band會趨近於0 趨近於0就是讓k變大 所以讓條變的m越大 我們就有一個方法 它已經證明了 存在一個方法 譬如說讓條變的m越來越大 我們錯誤率可以任意小 你要10的-20次方 絕對做得到 只要你signal to notice ratio per information bit大於-1.6db 那這個發現其實非常偉大 因為過去那個時代 很多人不曉得有這種天然界線 大家都想說 那signal to notice ratio比較差 那我就用工程的方法 可以慢慢慢慢把它做好 我們都還有這種graceful degradation的概念 就是它只是比較差 可是我有機會可以再把它做好 那只是 Shannon告訴你說 不是 它有一個天然的很漂亮的一條線 大於它OK 小於它完全不OK 這是非常棒的一個結果 違反所有人當時的直覺 我們把式子寫在這裡 那接下來要證明說它會趨近於0 基本上已經可以證明它趨近於0了 因為到這邊其實一般就不用做了 那接下來我做只是證實給各位看 因為大家都知道 譬如說這一項我們來寫 Q函數 根號2kγb-2k log2 它事實上是等於Q 你把2k提出來 根號γb- log2 你就可以argue說 當γb大於log2的時候 這一項是證的 那你把k拉到無限大的時候 Q函數一定是趨近於0 你就做完了 其實到這一步已經做完了 它已經證完了 就是說當我的signal to node ratio per information bit大於log2的時候 它的第一項的錯誤率會繼續於0 早就證完了 那接下來我只是把它寫成更清楚的公式 讓你知道它的衰減還蠻快的 因為Q函數的衰減的速度 我們大家沒有感覺 所以我們寫成這個形式 這個形式就是用這個公式 Qx小於等於1 2分之1 非常常用的公式 所以建議你 因為Q函數太常見了 我們用這個公式 帶進來 好 那帶進來只是讓你知道 它衰減的速度非常的快 因為這個x是在指數次方 所以如果說這邊Q函數裡面的數值變2倍 我的錯誤率會變成1的負的2分之4 就是1的負二次方倍 那這邊變4倍 這邊會變4的平方除以2 再放指數部分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說 我們的衰減的速度 我們叫做指數递減非常快 所以我基本上只要稍微把k拉大一點 我的錯誤率 譬如說你要10的負二次次方是做得到的 所以它基本上是告訴你這件事情 但是代價其實蠻大的 因為k變大2倍 相當於我的條變 因為它事實上是 k變大2倍 相當於m的話 因為m等於2的k次方 所以它的指數部分 所以我m變指數增加 m是k的指數增加 m是什麼 m就是我們未來的頻寬 所以我頻寬事實上是放大指數倍 我用指數倍的頻寬去換指數倍的降低 所以我是用頻寬去換效能 但是換的代價蠻大的 因為頻寬其實是很貴的東西 這邊呢 我有一個4的log2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分子呢 事實上是4log2的一個差距 我們來看一下 你會比較清楚 那後面那項只是做一個說明而已 根號2k log2 減掉根號gamma b k除以2 k除以2 除以根號 除以2 你看這一項 gamma b是在後面這一項是減的 所以gamma b變大 事實上是影響到它會變正或負的 所以我們這裡事實上gamma b 事實上我們來注意到就是說 如果gamma b事實上是在這邊我們看一下 這項 什麼時候等於0 就是gamma b等於 這邊等於0的話 gamma b等於4倍的log2的時候 然後q函數如果是負的的話 其實是很 q如果是負2 它是大於1分之1的 這是q函數的圖是這樣子 這是1分之1 這是qx 一般我們在看q函數的時候 我們的x都是看正的 因為正的時候它錯誤率才會低於1分之1 當你是負的時候它錯誤率很大 所以我們不希望裡面是負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說如果裡面是負的 我事實上這一項呢 我會把它變成1 因為反正已經超過1分之1了 所以如果gamma b大於4倍的log2 這個q函數的理念是負的 gamma b太大它變負的 這樣了解嗎 2klog2-根號kgamma b除以2 當gamma b大於4log2的時候它是負的 像q的-2 q的-3 q的-4 那它已經很大了 你把gamma b再拉大 它基本上都是超過1分之1 所以我們的upper bound換成1 換成1 那如果它小於4log2的時候它裡面事實上是正的 正的我們就用原來公式去 那這時候我們就看到了 當兩個都是正的時候 這upper bound完全一樣 乘指數地減都是以 根號gamma b-根號log2為基礎 大於更好的時候也夠了 這個像甚至會衰減的更快 我們放1就夠了 它就已經衰減很快了 好 所以這邊就是要告訴你說 Shanon他們當初怎麼看到這件事情的 它就是在推導錯誤率的公式 那所以推導錯誤率的公式 可以讓我們看到量化等級的變化 而且非常明確 甚至我們看到log2這個像式 所以有時候你說模擬當然很棒 現在很多系統 就是說你設計出來也不要分析 我模擬了 然後就看到那個曲線 的確掉下來效果很好 可是事實上你效果很好的時候 你沒有非常明確的量化等級 所以有時候數學分析很重要 它的重要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明確的量化等級 然後可以把log2這個像式抓出來 甚至我們知道它是指數遞減 它遞減的速度有多快 我們都非常清楚 所以最後這個是非常重要的結論 log2天然的自然的界線 它事實上來源當然因為是相加白色高斯雜訊 它跟高斯是有關係的 因為這個公式是高斯雜訊底下的公式 所以如果你不是高斯雜訊的話 當然可能天然界線就不是log2 那當然大家要找不同的傳輸管道的天然界線 譬如說無線通訊底下 現在已經不只有相加白色高斯雜訊 它還有Multipase fading 我們將來下一張就會教 在那個管道底下天然界線在哪裡 還不知道 我們有upper bound跟lower bound 真正的界線切在哪裡 不知道 那還是open problem 所以只對於比較特別的傳統管道 我們現在界線都很清楚 叫做shannon capacity 不同的傳輸管道 它的天然界線會不一樣 所以shannon當初導的 事實上是一個general的公式 那這公式事實上它創立一個名字 叫mutual information 是它取的名字 在國外如果是以通訊為主的研究所 一定會開 information theory 這門課一定會開 而且一定要學 如果你學通訊的話 基本上要有消息理論的概念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通訊的理論基礎 它主要證明就是說 任何傳輸管道都有個天然界線 對相加白色高斯雜訊來講 它算出來剛好是-1.6dB 那別的傳輸管道不知道 大家還在找 簡單的管道都已經找出來了 所以他在1948年 他36歲的時候 就證出這件事情 那時候他還不是在大學任教 他在Bail Lab做 那因為那個論文一出來 他論文的名稱還蠻有自信的 Mathematical Foundation of Communication 他的論文標籍就是 通訊的數學基礎 Foundation 就是我們建房子的地基 所以他說數學基礎 就這篇論文了 他就發表 最早的時候 他沒有發表在一般的期刊 他是發表在 Bail實驗室內部的報告 所以是Bail Lab的Journal 內部報告 讀到人就覺得說 這篇真的是非常經典 太棒的一個論文 所以1949年其他的重要期刊 就邀請他說 我們可不可以重新刊登這篇論文 讓Bail實驗室以外的人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1949年同一篇論文 一模一樣的內容 重新在別的期刊刊登 這個是邀請的 所以讓大家都知道這個重要的結果 那他當時證明了說 當我們傳送速度 小於Shannon Capacity的時候 他當時是把這個傳送的時候 不是用gamma B為單位來做的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他們之間的關聯 他是用傳送速度 所以他的C是用傳送速度的方式來呈現 那其實是同一件事情 所以他是說 如果我的傳送速度 因為大家關心的是說 我可以傳多快 10Mbps還是20Mbps 他說上帝有畫一個界線 當我的傳送速度小於C的時候 你傳送的錯誤率可以無限B鍵 那一定有工程的方法 當你的傳送速度 一旦大於上界的時候 錯誤率一定不可能無限區均0 那事實上他證明的是 Strong Converse 就是無限B鍵1 這個他把它稱之為 Shannon Capacity 這個Capacity的名詞也是他創的 因為是他第一個找到這個觀念 然後這個是Mutual Information 他就是說 他這個天然的界線是傳送端跟接收端相互了解的 相互訊息或是共識 就是我對你有多少了解 如果接收端對傳送端的了解很深 那干擾 干擾基本上就不會影響太大 所以我們之間的共識如果越多 我們傳送速度可以達到越快 他用數學的方法來證明 那Maximum Px就是說 我傳送角度 因為傳送的時候 譬如說我的x是0跟1 它代表是你在使用或設計這個傳送的一個方式的時候 01的使用的頻率 譬如說0你使用50%的次數 1使用50%的次數 那會達到最大的共識 讓接收端對你的了解最充分 那如果你的傳送的時候 0使用20% 1使用80% 那你的px distribution就不一樣 那我們要找到一個最大的輸入的傳送角度 機率來看 使得傳送端跟接收端有最大的了解 information 那就是code rate 對於相加白色高斯雜訊 在information theory 的課本 這是非常經典的結果 它導出來的話 因為記得我剛剛講 它導的是一個廣義的公式 可是這公式基本上是一個抽象的數學概念 所以你要轉換成實際上的channel 都要一個一個算 所以它之後很多的研究者就針對不同的傳輸管道 一個一個把它找出來 但是有些傳輸管道到目前為止找不到 它的公式還出不來 所以要很多open problem 對於相加白色高斯雜訊就已經做出來了 它的capacity公式剛好是w log2 1加p除以n0w 這是非常有名的公式 那單位剛好是bit per second 因為要log取2 log要取2才會是bit per second 這就是你天然的傳送速度的界線 就是說如果你固定你傳送的頻寬 固定你傳送的功率 然後當時的雜訊能量也確定了 那麼你最高的速度就是這個值 那如果你要增加傳送速度 唯一的可能是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天然的界線 你超過它你的傳送的錯誤率是很大很大的 所有的方法都很差 所以你當然過不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增加w 傳送速度現在要快 我們現在第四代 第五代 都有很寬的頻寬 你一定要寬頻 而且你要增加1倍 你就是w要拉寬1倍 你要增加2倍 w要拉寬2倍 這公式都已經很清楚告訴你了 天然的界線 就是 所以現在都是要寬頻的世界 你要5GBbit per second 抱歉請你給我 相當於5GBbit per second的頻寬 如果是相加白色告知雜訊 或者你可以增加傳送能量 可是傳送能量增加就有限 因為它是log增加 你能量增加2倍 你的天然界線的速度沒有增加2倍 它剛好是取log 所以能量一直拉大 其實我們當然也有限 400瓦500瓦700瓦 再拉大其實增加是有限 其實有人證明出來了 capacity的公式對於這個無線通訊的 Multipass fading channel 它還是log-log scale log-log scale就是有兩個log 他們叫log-log scale fading number這些研究 基本上就告訴你說增加能量 你能夠增加天然的界線的機會更小 如果你取兩次的log 所以傳送管道就很難增加 唯一比較好增加的就是拉頻寬 但是頻寬拉大這邊還會把你拉小一點點 或者是你讓雜訊變小 那這是天然的你也沒辦法控制 雜訊就是那麼大 好 那這個公式我們把單位寫給各位 那w就是秒分之一 單位是hertz n0的話單位是交耳 除一秒之後就是瓦特 p的話基本上是瓦特 所以這樣的公式全部帶進去就是對的 好 那我們現在告訴你說 如果Shannon得到的這個公式跟數位通訊的研究者 用數位通訊的方法得到的天然界線其實是一樣的 好 就是雖然他用傳送速度 可是我們數位通訊學者關心的不是傳送速度 我們常常畫的圖是這個圖 如果各位還記得 所有的數位通訊的課本 最常見的圖形是 這個是Eb over n0 這個是錯誤率 所有的研究數位通訊傳輸的人 都一定要畫這樣的一個圖 你的條辯跟我的條辯就是用這個圖來比較 到底你要多少的signal to noise ratio per information bit 你達到多快的速度 那這個東西是一樣的 我們現在講給各位聽 好 假定p當然就是代表瓦特 我把單位寫出來 r是Shannon公式關心的傳送速度 他單位當然就是bit per second 對不對 然後我eb是什麼 eb就是平均來講 記得eb是等效的 因為我們真正傳送不是一個bit 一個bit送 我們送的可能是一個bit 所以一次傳送送8個bit 對不對 256quam 或是1024quam 你一次傳送 事實上是送非常多的bit 所以這個是一個等效的 等效來講 平均一個bit的多少焦耳 就是eb 所以r乘以eb的話 你單位對銷 就是每秒幾個焦耳 所以p是瓦特 所以p等於r乘以eb 好 所以我們把p帶進去 他就是r乘以eb 我Shannon說 如果rate大於 傳送速度大於這個shannon capacity 好 那我們就把它 這邊已經換成r乘以eb了 所以這時候公式 往右一畫 eb除以n0就出來了 對不對 數位通訊關心的是eb除以n0 所以我們用γb代表 那平寬我們當然知道 傳送速度我們知道 所以當rate大於這個數值 even only if γb小於這個數值 所以你就看到我們數位通訊 跟消息理論得到的公式 開始有串接了 我們關心的是γb的 我是操作在10dB的環境 還是20dB的環境 一般商用是在10到20dB 那完全有這公式 Shannon告訴你說r大於c傳不成 所以γb小於他也傳不成 是不是一樣 同一件事情 只是觀點不同 那你說Shannon為什麼要講r大於c呢 因為他是理論學家 那他基本上從他的一個證明的角度 這樣的證明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他要介紹information information講的是傳送速度 每秒可以帶給你多少bit 這叫information 所以叫information theory 那實作上我們看到的是γb 所以這樣是不是可以串接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一個新的觀點 好 那我們的平寬呢 以fsk正交的fsk來講的話 是2t分之m 這是最小 最小就是2t分之m 因為你要正交嘛 所以寬度要2t分之1 什麼是等效的服用速度 就是每一次傳送是t秒 你帶的是log2 括號m的bit 就是bit per second 好 所以r除以w基本上 你把m帶2的k次方的話 就是2乘以k 這邊我把它寫更大一點 2乘以k除以2的k次方 那r除以w 後來就發現從理論上的角度 因為我們理論推導就發現r除以w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量 就是你的傳送速度 除以你用的平寬 剛好是數位通訊 兩個最重要的參數 因為數位通訊 我們在比較的時候 你要比較大概有很多的取捨 我們叫trade off 那基本上大致的trade off 就分5個嘛 我的速度是不是比你快 我用的平寬是不是比你多 我用的能量 傳送能量是不是比你高 我的錯誤率是比你好 最後一個 我的複雜度是比你好 很少有條片是 我設計的5樣都比你好 這非常非常難 到現在沒有見過 一般來講 我速度比你快 可能我複雜度比你高 或是我用的平寬比你大 那我的能量如果比你小 可能我的速度會慢下來 所以每一個都是一個取捨 看你要什麼 所以5樣基本的比較參數 那這裡我們就是說 r3w是兩個參數 它沒有講複雜度 沒有講錯誤率 r是傳送速度 w是你用的平寬 那剛好它的單位 剛好是 bit per second per hertz 它叫做spectrum efficiency 就是我們現在 現代通訊裡講的這個平寬 平普效益 就是我每給你一個單位時間 給平寬每給你一個 一個hertz的一個平寬 你可以幫我帶多少bit 的information過去 這個東西越高越好 越高表示你這個條片設計的越好 你系統設計的越好 所以再來我們看到 這叫平寬平普效益 spectrum efficiency 現在都可以超過1 很大很大 那用天線來做 現在用多天線系統來做 好 那我們在 我們現在只針對emery fxk 來看的話 剛好是2乘以k除以2的k次方 所以這次我們就說 Shanen已經用消息理論的方式 用共識的統計的一個推導方式 證明了說如果 gamma b小於這個數值 剛好它是log2 這個錯誤率不可能可以無限好 你一定有個天然的界線 通常這天然界線還蠻大的 事實上Shanen並沒有證明它大於1 他是用phenol equality證明 就是說如果它是1-r分之7 它是證明大概是這樣一個量 所以我的傳送速度 如果是天然界線的兩倍 假定天然界線算出來 剛好是30的話 那你希望送到60 你的60的話 你的錯誤率至少要大於1 2 就是你一半的錯 一半送過去的東西全錯 就是說如果天然界線是10Mbps 你希望用工程的方式做到20Mbps 那你保證50%的東西全錯 送不過去 它證明的是這個東西 那後來人就再接再立發現 其實這個lower bond更差 它幾乎是接近1 就是說你要送超過60 可是天然界線是30 你幾乎百分之百 百分之99都會錯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 這個天然界線非常漂亮 那這個只是畫一個圖 這個是γb要大的天然界線 基本上要在這裡 才送得過去 那底下的話 就送不過去 一定會錯 而且可能錯很高 問題乘數在p is bounded away from zero 這個是 那事實上 Shannon證明的是三大定理 跟牛頓一樣 好像這些偉大人 都一定要 都一定要提三個定理 才是漂亮 牛頓不是提出三個運動定律嗎 我們叫第一第二第三 所以Shannon有三個定律 第一第二第三 也是第一第二第三 第一就是資料壓縮定律 它證明了天然的界線 在資料壓縮 叫做entropy 那第二個就是傳輸定律 傳輸的極限就是Shannon Capacity 你速度的極限 第三個是Lawsey Data Compression 它有另外一個公式 總共三個定律 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課 好 那我們大概介紹完了 Shannon基本的概念 雖然有一點數學 可是事實上重要的是 你要抓到它的概念 讓我們學著看一次 我希望我這樣能夠把前因後果 還有這個東西的重要性 能夠說明得很清楚 通常數學基礎是要好好建立的 當這個東西有的時候 其他都是應用 我們還是可以去理解 它裡面還是有很深的數學 很深的一些理論推導 但是都有概念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介紹一個東西 叫Simplex 好這個我們有稍微提過了 Simplex就是說 觀念上我們希望把我們設計的條變 它的期望值或重心設在0 那它會讓我們的傳送能量 有最好的表現 我們以最低的傳送能量 達到一模一樣的錯誤率 好所以一定要把期望值扣掉 讓它重心是0 那我們之前有證明說 它可以如果是FSK的時候 然後它可以讓你的傳送能量 降為m分之m-1 可是你會發現實作的話 複雜度高很多 你等於說我用這樣的觀念 去降低傳送能量 會讓我的實作複雜度 會變得非常高 原因是因為 Simplex Signal常常每個系數 基本上這個是原始的 FSK的投影之後的公式 你會發現每一軸都是0 只有傳送軸不是0 它是根號1 當你變Simplex的時候 每一軸都有值 每一軸都有值 你可以想像 我在實作的時候 每一軸都要處理 每一軸都要處理 所以實作的複雜度高很多 可是你只省一點點的能量 所以Simplex Signal通常是存在 觀念上我們知道有這樣的一個技巧 可是是不是要用 基本上就是你要做一個取捨 這邊只是告一個取捨 說你到底省多少 所以你看到m等於16的時候 你只節省0.28db 這個節省基本上好像不值得 因為你的複雜度高太多了 所以32更少 現在的m都超過32 現在是256.64.64 因為要高速傳輸的時代 所以基本上Simplex 從這個角度來講 不大值得使用 不過基本上是一個觀念 好 接著我們講說 Orthogon其實不會真的很常用 因為到更近的一個數位通訊 我們希望傳送速度更快 所以我們覺得說 你用八個頻率 每個頻率只送一個值 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們會增加一軸 就是biosogon biosogon就是說 我用八個頻率 我每個頻率還會有正跟負 所以有正負更號1 這樣子你可以讓你的傳送多一個bit 對不對 m就等於2n n是你的維度 n是你用的頻率的個數 所以我這樣子乘以2的話 記得就多一個bit 那這個增加其實並不會太小 因為我們傳送速度增加 其實是很難的 我們用頻寬去換 對不對 所以增加一個bit 如果說你每次送八個bit 就變九個bit 你的傳送速度增加變成八分之九 其實很多 以現在的同學來講是很多的 所以我們現在來算它的錯誤率 給各位看 這只是一個重新再做一次 其實原理跟原來的orthogon很像 我們現在就是index就變成 除了1到n之外 有-1到-n 我們的向量化之後的結果 還是n微的 因為我們只有n個頻率 剛剛講的內容 其實一般不見得在其他的 數位通訓的課會講 因為它比較深 可是我覺得台信交流學生 應該有能力吸收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其實它沒有那麼難 它裡面抓的就重要的觀念 我覺得藉這個機會 大家去理解一下 這個-1.6dB是怎麼來的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那我們希望透過一個完善的整理 讓大家很快的抓到它基本的概念 所以你看到我們推導並沒有很多 其實我常常覺得很多工程上的推導 其實原理上並不複雜 只要你抓到它的重點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我們現在重新推導 byorthogonal signaling的一個錯誤率 那我們看到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只有n個雜訊 我們只有n維的傳送 可是現在每一維 多了一個正根號1 跟負根號1 你看到正負根號1 你應該可以想像 這是射頻的投影 這不是基頻投影 如果基頻投影的話 是根號21 好 所以我們雜訊也是射頻雜訊 雜訊的能量是二分之N0 非常清楚 每一個是ID 然後它的variance 是二分之N0 好 那我們現在假設我們送的是S1 你可以想像我們的 byorthogonal傳送其實是非常對稱的 每一軸都送正的根號1 或者是負的根號1 非常對稱 所以我們可以假設說 我們送的是正的根號1 某一個特定的頻率我送正的 我不送負的 那這時候我接收端做的是什麼 做的是inner product 先投影 投影完之後變成數位通訊 對不對 所以我會把接收值投影到每一軸上 因為每一軸是正交的 那同時我會把接收值投影到另外一軸 但是事實上是同一軸的 負的方向 我們叫S負1 什麼時候會做正確的決定 如果各位還記得 collation越像 inner product值越大 代表的是你跟這個訊號越像 所以基本上是大於等於 如果說很像S1 而不是很像S負1 當然我們要猜是S1 那這裡這樣的一個決定有個前提 就是我們equal prior 就是我們的前置機率 事實上是一樣的 所以在比較的時候 沒有favor任何一個 因為大家的機率都一樣 如果記得前面的decision 那equal prior profit在很多時候 它是直接假設的 它沒有 有時候不會特別跟你講 但是你看到這個公式的一個推導 你應該心裡馬上可以猜測 它就是假設equal prior probability 每一個傳送的機率都一樣 那或者是如果說 你跟其他的S2 S3 S4 一直到SN來比調的時候 你的相像的程度也都比較像 那這個時候 因為我們會對投影的話 會對S2跟S負2 都做投影 M4可以等於正負2 所以基本上 不管是正2還是負2 你都要比它大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要比絕對值大 對 你要大於正2 也要大於負2 那它的感覺基本上就是要大於2的絕對值 因為你的雜訊有可能往正的方向跑 又往負的方向跑 那比較大的一定是 如果是正的 你的雜訊是正的 或是你是負的 但是雜訊是負的 那乘起來還是正的 所以一定是絕對值 所以如果了解這一點的話 下一步我們再複習一下 我曾經講過一個原則 當我們想要算錯誤率的精確值的時候 通常由正確率著手 當我們要想要算錯誤率的 upper bound的時候 我們會從錯誤率著手 因為我們希望用union bound 所以我們現在要算精確值 這精確值雖然數值分析上 是不是很stable 我們叫numerical unstable 但基本上我們有個公式 那我們將來就可以做shannon講的那一套 然後證明說這個條片 到底它天然的界線在哪裡 所以我們第一個就是這一項 我們看的是第一個 跟s1跟s-1做投影的話 那這時候我們會有這個公式 就是1根號1 我們應該不用推導 1加上根號1n1 大於等於-1-1-1 你把它一項 一項然後把2除掉 把根號1除掉 你就會發現事實上等效於 根號1加n1要大於0 那第二個呢 我們一樣把根號1除掉 因為右邊是絕對值 有根號1 所以我們就說 什麼時候會對 就是對於第一個 R1對於s1的投影 要最大 那這是事實寫出來 好 那這裡的時候 各位再複習一下 這個有很多事件 事件1 事件2 事件n 這些事件都是dependent 都是統計上相關的 因為這些事件都跟n1有關 統計相關的事件 要取它的機率 事實上蠻難的 所以一定要把統計相關拿掉 好 那你就觀察到 它跟n1有關 所以有givenn1 當n1是常數的時候 它就獨立了 所以把fn1乘掉 然後裡面的機率變成givenn1 givenn1就是常數 譬如說n1等於0.1 那我們就把0.1的機率算一次 n1等於0.2 我們把n10.2的機率算一次 所以這個時候n1在裡面是常數 唯一的變數是n2 那記得n2、n3、n4是獨立的高斯 好 那第一項呢 因為n1是常數 我們知道n1一定要大於-的根號1 因為根號1加n1大於0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它換成7分 是-根號1到無限大 我們n1只看那個範圍 好 那第二步你就知道為什麼 所以你將來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要斷掉它的相關性 所有的推導幾乎都是在做類似的步驟 這樣你就看懂了 我們主要就是要看懂別人在算什麼 你可能不是需要做理論推導的 或理論研究的學者 但是我們需要有能力去看懂別人在做什麼 然後抓到重點 不用記公式 但是你看得懂它在做什麼 所以你就有能力去review別人的論文了 好 接下來因為它是獨立的 每個事件在斷掉它的相關性之後變獨立事件 獨立事件就變成個別的機率的成績 那每一個個別機率 每個n2、n3、n4都是一樣的高斯 所以就變成取n-1次方 你只要算n1、n2之間的關係就可以了 接著用這個公式 因為我們看的是高斯 高斯的話 這事實上我們把它寫成另外一個形式 n2小於 根號1加n1 n1現在是常數 n2是高斯 所以它高斯基本上0 mean 所以在中間我們看這個面積 看這個面積 那基本上這個面積就是1減掉2倍的外面的面積 而這個面積就可以用公式來算了 因為兩邊的面積完全一樣 所以這個面積事實上 然後1減掉2倍的n2小於負的根號1加n1 然後就代公式了 期望值是0 threshold是負的根號1-n1 所以減掉負的根號1-n1變加的 然後除以variance開根號 代q函數 查表做完了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得到一個closed form的solution 那就是最後的結果 那這個結果 要寫程式畫圖不容易 你要寫得很好 因為它不穩定 為什麼 現在你就可以判斷了 因為裡面有q函數查表 q函數查表東西在積分 物差會很大 但是它事實上 理論上來講就是一個漂亮的公式了 我們已經可以做一些分析了 好 所以我們這時候做一個分析 就是錯誤率一減掉正確率 我們的目標像Shannon一樣 要證明天然的界線超過的時候 錯誤率會無限去距離0 我們要用這個公式來做這件事情 好 我們不是要畫圖 好 那所以我們就把它 一減掉正確率就是錯誤率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知道裡面 當然有個高斯 那高斯的積分 但是我們這時候 G0到無限大 我們不是全部 它的min是根號2k γb 所以我們要把這兩個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把這個D向1寫成這個形式 它剛好是 這個形式剛好是0到無限大 高斯 其實期望值是根號2k γb variance是2分之N0 要大於0 大於0 我們不會算 我們都看的是小於0的公式 所以它是1減掉小於0 所以1減掉小於0的話 就是期望值 就是期望值減掉 search hold 除以variance開根號 我們都會記得 就是期望值是根號2k γb search hold是0 variance 是根號2分之N0 一除剛好是γb 好 做完了之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式子 然後這一步你就知道它要做什麼 我們現在裡面有兩項 兩項都很複雜 這個你Q函數裡面要帶N1加 根號1除以根號N0除以2 好複雜喔 指數部分也很複雜 它也不是2分之x平方之類的形式 所以你要選擇讓一個比較簡單 這數字分析也要這樣做 你不能兩個都帶很複雜的公式 所以一個方法就是把Q函數 因為Q函數帶的誤差比較大 所以基本上我們把Q函數裡面簡化 所以把x4為N1加根號1除以根號2分之N0 所以這邊變Qx 那這裡就要換 所以換完了就帶進來這邊就換完了 基本上這個式子做完之後 下一步就做什麼呢 就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就省略了 我們不做了 接下來同學都會知道怎麼做 這個東西要用Q函數 要用upper bound來壓掉 這個upper bound可能不是Q函數 但是會在x小的時候會拉得很大 所以你就用1把它壓住 然後這個e search hold要去找就是x0 然後去找最好的x0 upper bound就做完了 做完了之後你就會發現 biosogon的天然界線也是-1.6dB 所以這部分我們就不做了 所以基本上它也是-1.6dB 後來發現只要是相加白色高斯雜訊的天然界線都是-1.6dB 它是一個天然界線 好那這時候我們畫一個圖 biosogon的圖 那基本上呢 這邊畫的事實上是symbol array 這邊畫的是1b over n0 所以這邊畫的軸是對的 這邊畫的軸是有問題的 它這個比較就不是公平的比較 現在大家都知道 因為symbol array 一個symbol錯了 不代表每個bin都錯 搞不好那個bin都對很多 所以基本上我們要比較的時候 這個基準有一點點會讓你偏差 但是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m越大 基本上效能越高 這應該合理 因為m越大你付出的成本越高 因為你的平寬的成本很高 現在記得平寬是跟m乘正比 m越大你要的平寬越多 那平寬越多你一定要換一個東西回來 就換效能 但是m等於2跟4 你就會發現 不對 2跟4沒有換那麼多 因為2跟4是一個特例 2的話就是bpsk 4的話是qpsk 以symbol array來講當然是m越大 它的錯誤率越高 但是以bit來講的話兩個完全一樣 所以我們講說bit array跟symbol array 到底誰贏 還是要回到bit array 因為我們真正關心的是 每一個bit到底能不能成功 那個symbol其實是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這邊再強調一次 symbol array的比較 並沒有告訴你哪個條變形 你最後還是要回到bit array 只是問題我們不做bit array的圖 只是因為bit array沒有公式 那你一定要去做labeling 你先把你怎麼樣 哪個symbol是對應到0000 哪個symbol對應到0001 那要模擬做出來 因為那個不同的labeling答案會不一樣 那shannon limit還是一樣 是-1.6dB 天然的界線在這裡 它有畫出來 它告訴你說 我們實作上 你的點 你的線 絕對不會超過這條線 左邊你一定達不到 右邊你做得到 那只是這邊的點絕對都有可能 但是你現在沒找到 謝謝你 謝謝老師